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两位选手也都是老将了 在赛场上都拼杀了有二三十年了 应该说都非常了解 红方采用了始先指路 黑方是队足 红方就采用了进马 这儿黑方也是跳马 红方接了走泡八瓶酒 泡八瓶酒这周期 最近一段比较流行 除此以外 红方还有多种进攻方案 比如说先方马 还架中炮等等 当然这条旗 就是给黑方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当然这个招旗属于老招 但是在后背又有一定的改进 黑方走马二进三 红方居九十八 黑方也出居 对 红方这个时候向三进五 这条旗的以往多走泡二进四 走的比较多 那红方呢就是先补向 然后看看黑方呢 怎么把这个阵型的协调 这个也可以说呢 双方呢是在这种试向期当中呢 也是角度一下这个功力 那这个棋 张老师就感觉这个 怎么一上来就开始这个 交到这个散手战 而且双方是在内部内线的一个摆阵型 对 我觉得这个棋看着好像毫无方向感 黑方现在有很多选择 我可以向三进五 你可以向七进五 甚至我可以马七千六跳上来 抛二进四 抛二进五啊 是不是也都可以 这选择还是挺多的 这个棋确实是 就说的没有我们乃步棋 说绝对的不行 就说你最主要看后边的 子力的协调和配合 这个向三进五呢 是最老的这个走法 但感觉红方这个鞭炮啊 炮九进四老苗这个鞭足 对这个底线呢 是构成了一定的牵制 所以向三进五的这个走法呢 可能最近起手就走的很少了 这个地方呢 就是走向七进五和居酒进一的比较多 那么这盘棋呢 这个老万同志呢 又走了一炮八瓶酒 也是可以的 他主要是对红方的这个右翼呢 也是呢 起到一个这个啊 逼迫的这个作用 看你这个阵性怎么定 那红方呢 由于走马上进三 那么黑方又可以居酒瓶马 也对红方右翼构成这个牵制 但是由于红方 补了一个三项呢 就像我们刚才说 向三进五那个阵性似的 对 他这个将来这个鞭炮啊 对你这个压力要大一点 所以基于以上的这个考虑呢 红方这个逆体纹呢 就比较灵活的采用了拐脚马 他准备将来呢 考虑从三路线冲出去 或者瓶炮 或者鞠瓶三 看黑方的应招 那么走到这呢 就是黑方呢 也没有采用鞠酒瓶马 他又变了这个啊 思路了 他又走了鞠酒瓶马 当然鞠酒瓶马也是可以的 双方下棋都挺灵活的 看对方的这个阵性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 没有具体的这个 岂不可一了 大家呢 就是凭着这个感觉 你认为怎么走更合理 你更走得顺手 你就怎么走了 那么实在当中呢 等于黑方呢 走的呢 还是有一点小矛盾的 对 因为他又瓶瓶炮 他又鞠酒瓶 这两招棋呢 严格意义的来说呢 就是配合的呢 不是那么紧凑 不过他看着红方这个拐脚马嘛 对 一般不都是长合用车 赶紧这个 对他有一定的危险 但是红方呢 也问题不是很大 对 他走炮凭三 他准备 对你这个七路线的 进行这个威胁 因为你这个棋就是 什么是补像呢 他什么凭三级 对 这个黑方是一般是不能容忍的 所以说黑方呢 就是 狙炮虽然动作快了 但是事项没有补 他也有一定的担心 实在他狙于九瓶六 红方在居于吉尼 对 这个棋子就是说的红方呢 这个 这个打法呢 就是啊 对你构成一定的牵制和威胁 暂时呢 不发力 但是让你呢 也不容易呢 把棋行呢 走得很好 然后再寻找呢 这个战机 就说双方相持的局限下 红方还是保持了 对黑方这个七路线的 这些的 未来的这个攻势和压力 对 黑方这个七路线是该怎么调整 他现在他也不好调 他不像呢 他也怕他并三级 对 当然还有一种马七尽八 马七尽八呢 但是感觉呢 就是怕这子力万一跳偏了 将来呢 这个不好收拾 但实际上现在马七尽八呢 也是可以考虑的 也是一种选择 因为马八尽九 他是一个绝对先手啊 对 但是呢 这个马七尽八的一般专业棋手呢 是一般不愿意这么走啊 特别是这个 涅铁文呀 万春林呀 他们也都是 科班这个专业队的 从小时就进专业队 这个出身 因为觉得这个骑行 万一掌握不好 会出一些毛病 他实战当中呢 黑方就居住军寺 先保留这个变化 然后想将来跳正马 好 然后红方走 居平二 出来 对 出居 红方 出居 就是红方这个居呢 也是等于是居一平二 居二进去 红方也绕了一下 但是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些问题啊 那最主要呢 就是还是对黑方这个七路线的威胁 这般期呢 最主要这个布局阶段呢 就是黑方自 炮发冰等居住军以后呢 这个七路线呢 有一点小问题 他怎么协调 对 那十两当中黑方就 就马七星六跳了 跳了 因为他感觉这个象 总补不起来 他要跳马以后 要再飞象 那么抓着这个机会呢 红方就 冰三级 来发动这个进攻 那黑方呢 他的后续手段呢 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起义 黑方你补象就吃亏了 这个冰过去将来的八路军 还能这个压进 这个马还能上 因为红方这个马相对来讲呢 是比较薄弱的环节 这个马将来一旦活跃跳上去了 黑方可能就觉得会有压力 对 你黑方的右翼子力还受牵 还没有走灵活 所以黑方呢 这会儿呢 就是连续走了两个先手 就希望自己的阵型能协调 他先走炮二进六 进炮打锯 打锯 红方 马四进二 红方走的也很灵活 你打我的担心这个担心 我就向上走 然后又保住这个三路兵 炮九平六 黑方这种中也确实是先手 沙拉底市呢 这个市 就没法补 只能回拘保 对 退居 所以说这个下相级的选手 有的时候啊 这个攻守要自如 进退要自如 对 就是要经常要学会这个什么时候要退让 暂时的退让呢 是为了以后的这个进攻 这个是经常的 你看他这个区绕了一圈 好像这个 但是黑方这个炮呢 也是平一步再平过来 最主要红方呢 尽管这个子力 也有一点迂回 他的三路线呢 还是占到了一定的这个便宜 啊 对 而且这个旗呢 黑方还要处理 否则红方将来有马二进一 啊 对 黑方这个七路线一直是 这个双方的一个 这个本局的一个焦点 嗯 黑方实弹走得像七进五 啊 除此以外也可以走像七进九 哦 非边下 非边下的好处就是将来可以再像三进五 对 你直接像七进五呢 就是我们后来看到这个实弹的这个局面 嗯 他也不像 然后红方 红方十四进五补了一手 对 红方也 也把自己这个补牢 嗯 这个旗双方这个冰上在这对着呀 黑方总是有担心 对 他红方不用担心 对 他拱 又怕红方这个马位置太好 将来呢 就随时这个啊 扑落槽这种威胁 嗯 所以说这个旗呢 走到这儿呢 确实红方呢 还是 占得了一些的优势 当然这个优势呢 倒不是特别的显著 还需要继续的这个啊 慢慢的经营 好 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黑方 呃 黑方 不像 对 红方不是 黑方走了一个炮热瓶漆 他也想尽快来解决这个 就是他也不给抹 对 那张老师是不是像刚才您说的 如果走向七进九的话 然后这时候就可以再向三进五飞一个 对 然后以后把兵一对了以后飞个高向顶 对 嗯 这个向七进九实际上呢 也不是特别好的棋 就是 对 暂时这个局面下呢 一种全一之计 嗯 就是我保证两个向啊 都往这个点飞 将来实在不行的 我把你拱掉 飞高向他顶住你啊 这是一个策略吧 对 呃 这个棋呢 就是毕竟黑方呢 这个部署呢 还是有一点迂回 好 红黄要炮 对 炮三平四 三平四 对 就一直想要 你让你黑方先破冰 这样马上进三 有个很好的位置 对 红方的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 他是等于不动声色啊 就在这给你吊着 嗯 黑方要是拱掉 红方就跳上来 那黑方再飞个高向 啊 也可以考虑 他可能怕红方这个RG 将来G2 进六点 那他可以跑去先打出来 反正黑方也可以考虑拱掉 然后他再飞个高向 好 然后看红方这个子力怎么走 实际上中呢 黑方呢 就是走了一个 马六进四 对 选择对四 他是不是也觉得 自己这个居马这个位置 这个有点尴尬 这个居位有点差 对 这个棋就是说 双方的这种棋呢 第一个是 比的是对这个阵型的 这种协调啊 和这个理解 就是说这个阵型到底 谁好谁坏 然后这里边 怎么用这些具体的这个步骤呢 来支撑你这种想法 对 红方呢 现在呢 就是想随时滚过去 将来有马尔进一啊 这种手段啊 就是他随时存在的 那黑方的这个棋呢 就觉得自己要坚持不住了 所以黑方的主动呢 啊 就先逃离这个主战线 他最主要既希望这个居四平八 就后边的出现的居四平八 他比较看中这招起 嗯 那么也看出了双方啊 这个最终谁的判断 更接近这个事实 那么谁就有可能获得优势 对 那么红方 马尔进一对掉 然后换子 那红方 很有细心的 就把这三兵呢 拱过去了 那么黑方飞的话 可能吃亏 红方马尔进一登下 马尔进二 那这个棋 黑方就受不了了 或者说黑方很难下了 形势太被动了 那么黑方呢 之所以让红方这个兵过河呢 他是琢磨这么一个动作 他是有一个居四平八 嗯 来镖住 这个 红方 那么这个棋就等于 红方过了一个兵 黑方呢 对红方有一个牵势 那么这个棋 到底是哪一方 更好下呢 那确实呢 一时半会儿呢 也说不清楚 对 那么有关这个 后半程的这个进程呢 我们稍后呢 再给大家继续讲解 各位企友 欢迎您继续回来 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呢 就是突然的走了一招了 这个 令黑方呢 意想不到的这个招法 对 他走了一马 而推四 就是七子 这个丘功 当然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这个走法 除此以外呢 就是红方如果稳健的话呢 可以先走炮九平七 先平炮 炮九平 炮对平八 先这个走一个交换 嗯 那黑方也就赶紧逃炮 炮中四先逃一步 这儿红方再推马 就是说这是一种稳健的走法 那黑方只能对 这样就不用弃子了 他把兵飞掉 知道 对 然后红方再炮八进四把它封住 这个棋呢 也应该说是红方呢 略优一点 因为黑方这个视像暂时不好补了 对 黑方这个三路码稍差一些 但离场当中呢 可能红方觉得这个棋是不是 整体上来看这个棋局太简化 因为对方又有退炮的一些招法 你退炮他才跑八进 他实战这个选择还是 我觉得也是挺颇有胆量的 对 这个棋子这个 来进行一个 来抓住自己的一个形式上的一个优势 对 红方呢 就是实战能不能直接走马尔特斯 对 那这样黑方肯定要接受这个挑战 因为这个棋 黑方如果采取这种平稳的 这个兵必要去掉 对 他是不是先往下拱了一 他来不及拱 是这样 拱的话 炮七平八 对 然后红方再炮九平七 这儿的结果呢 因为你炮第一的话 正好红方可以炮第一次打出去 对 红方这个残局的多兵 就比刚才炮九平八 今炮这个要好一些 对 他更能实惠的呢 先吃掉兵 这个棋黑方肯定不愿意接受 因为你炮二平三呢 暂时倒不丢兵 对 但是他这个将来炮四平一 以后还是要这个多兵 对 反正是残局是少兵的一个棋 这也不能忍受 对 黑方可能觉得这么走 比较吃亏 对 所以他不愿意这个 接受这个局面 就是当红方马上推四的时候呢 黑方就强行呢 这个得子 走炮二平六 对 炮二平六呢 这个棋等于是四局见面 就是双方的两个局呢 都盯着对方 但是呢 因此能吃掉对方一个局啊 这个简称叫四局见面 四个局正好相碰 红方 红方呢 这个棋呢 就是等于先把它吃掉 黑方也吃局 等于棋盘上呢 等于 红方呢 是过了一个兵 但是少了一个马 接下来红 并三级下兵 但是红方有些先手 特别这个三路兵啊 可以长驱直入 我正好是这个 这盘棋从开始的时候 感觉就是一个散手战 很平稳的一个棋 现在突然一下 终局一下就变化成 这个双方一个 一个多子 一个得势的一个局面 对 等于是红方是弃子夺势 对 对黑方呢 颇有压力 走到这儿呢 就是说黑方的这个棋啊 没有用好 那黑方这个炮该怎么选择 就是他时间走的是退体炮 实际上这个棋啊 他应该选择这个炮 七平六 这个是比较安全的 那离红兵不很近吗 就是这个兵如果拱的话 黑方甚至不要了 也可以 冰箱冰冲下来 就把局可以退回来 对 就是说黑方如果想追求稳健的话 对 反正你大不了就吃我一个炮 吃回来 我再炮就回去吧 那么这个炮在这儿呢 将来就利于防守 它的 真的这个速度呢 也要快一些 对 比实战要好一些 对 实际他走呢 红方 一下兵一拱 他退炮 接着红方又继续冲 红方 他先炮 他先走了过门 他先炮酒瓶吧 对 所以我觉得他这步棋还是 挺冷静的 挺必要的一步棋 而且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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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方这个局是怎么回来呢 好像一时半会出不来了 嗯 他退一步再平 反正动作慢一点 对 因为红方这个兵就可以 下得比较快了 嗯 红方的意思呢 就是说把你这个 这个局扣住 将来我这三楼兵呢 可以啊 冲下去 他就是这么一个构思啊 那黑方 黑方当时走了一个炮流瓶器 先把炮先给逃出来 可能他也是一直想要多子的这个一个形式 因为他也怕将来他捉他 实际捉再过来呢 也不要紧啊 可能先补个室 先补个十六近五 但是他也担心 因为这一代呢 毕竟红方这个巨炮兵啊 这强子在这一代 对 反正总之呢 黑方呢 感觉呢 有些应付的这个感觉 对 我觉得就是黑方 这个好像是怎么一个 我是多了个字 但是红方这个位置都特好 又有俩炮这个 而且这个兵冲下来很快 是的 黑方好像就 我也没有什么攻势 我该怎么防守 这也是一个比较难下的一个 判断的一个局面 这个棋就看这种啊 位置呢 你能不能及时调整好 对 尤其是黑方 现在我多个字 我还想着 我肯定要赢 怎么有个赢棋的方法 什么 黑方这个棋 实际上他可能 临场当中也没有说非要想赢 是吗 就是说他先想 能够保持住 这个形式不坏 对 实际上这个形式判断来看呢 这个局面呢 应该说是会有顾忌 这样 会有顾忌呢 但是红方要好下一些 那么刚才黑方呢 由于这个退炮 嗯 他就不应该 应该 不应该退炮 应该走平炮 保持大致的均衡 嗯 如果就是将来你下兵了 我就退巡洪军 对 你拱掉我就打回去 那不是双方 基本上也是平稳吗 对 红方呢 略好一点点 但是我阵型工整 军码炮呢 也不容易输给 巨双炮 对 就说有的时候呢 这个人呀要舍才能得 就说你能保证整体的这个平衡 所以他实战的时候 他这个两个炮 走的步出太多了 对 就一直没有出来 这个他到处被追逐啊 对 他又平了个炮 对 红方 然后红方这时候兵三兵四 红方的招法都很明确 我就是要兵往下冲 对 然后站一个好位置 他适次进攻补一手 对 黑方不是 红方 兵四级 对 红方这时候是很好地 把位置调好 然后黑方这个 就走出炮就进 把炮一进六 嗯 就就把兵打出来 他这个棋呢 就是说打兵 他可能也是怕黑方 怕红方有什么 巨大进五桌炮 打底式的棋 暂时打出来是正确的 对 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有这么一个手段 有进鱼 真是有这么一个手段 对 因为你炮九平衡的话 他不是有兵四级的手段吗 对 不过他这样 他是不是也就可能得 还得这么绕 对 他炮九平衡 这儿红方 可以马上把子得回来 这样 你只能退马吃 对马吃掉 对方退居 就把你的炮捉死了 如果你炮九平衡的话 我炮一躲 你炮不是还是没有地方跑吗 对 但黑方这个棋呢 他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他就可以气一会 他就索性吃你兵 你吃回炮呢 他炮一进三 准备再打你下 红方八楼炮呢 要自动就 对 还要移动 平六和平七 都差不多 这儿呢 黑方呢 尽管丢一个室啊 但是红方 攻势呢 减弱了 对 这期黑方也问题 长下来 G2P3吧 攻守前辈 这个期就说 黑方是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理想的 这个结果 但是红方呢 他不给黑方这个机会 他还是想 继续保留这个 对黑方的这种 威慑力 然后再寻找这些战绩 就是黑方 打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看 下敌 G是可以呢 强行得子 因为下敌 他有打势的 这个手段 你炮的平六和走不上 因为我有冰四季一将 你出现 我跑平六罩上 这个炮 很危险 那这时候 红方是走的G2P3 先捉了一部炮 先捉一下 先看你这个炮怎么走 黑方这个棋呢 他就是有一点二虎 因为这个受临场啊 这个时间 因为这个现在全国比赛的 标准一般都是60 60分钟这个自由用时 每走一步棋 加30秒 对 所以说呢 这个棋就是黑方 难下一点 他用的时间就会多 黑方的选择性挺多的 炮七平六 炮七平八 是不是也是可以选择 对 炮七平八呢 就是离这个危险的地儿 远一点 对 他平这个平炮 然后红方是炮四平三 炮四平三 红方的招法都走得挺含蓄 对 现在来回是 红方呢 就是说的 他这个招法呢 就是老丁论这个蒙公 眼日不发 对 这个聂铁文呢 是黑龙江队的这个主力成员 他实际上呢 是这个湖南人 他是湖南这个长沙 长德这一代的 这个人 这个 他也说了这个 就说的这个 从小呢 这个他父母正好到黑龙江去工作 他等于也跟着 随着父母 等于变成了黑龙江人了 那他说现在父母呢 这个退休了 就回到这个湖南老家了 然后他呢 平时呢 还是在这个黑龙江骑队 对 然后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 聂铁文呢 走得还是很老练的 他一人不发 好 那么 万春林呢 这个 就是走退炮 退炮以后呢 还是加强防御吧 对 接下来红方走 聚三聚二 对 黑方呢 又是一个 比较大的这个考验 这个棋就是说 红方呢 总有这种到处吃兵啊 闪击这个棋 对 实在当中呢 这招棋黑方就硬的不好 他老 就他 从门到门 他走了一个出将 实际上这个棋呢 事后分析呢 就不如那黑方走炮九平一 先直接打个兵 打了以后 然后 可能不让人家 把中兵给吃掉 反正吃掉我就 多一个炮六平七吧 炮六平七在平上 对 反正这个吃掉我也挡不住了 他走降五平四呢 对 他不希望红方 看似安全 打开这个局面 实际上呢 被红方这招提走呢 黑方这个棋啊 就显得特别被动 红方走一招什么呢 兵武级 这是一个绝好的手段 冲冲兵 对 他现在多了一个退居桌炮 然后这个闪击 然后还多了一个兵武级 局三平六的闪击 对 这个黑方这个底线 这个闷工的威胁 一直没有被解决啊 对 所以说走到这呢 黑方就非常难下 实际上呢 他是走的 实际上他是平炮打了 炮九平六 他希望那个赶快让红方这个洞 对 红方又平去捉了一下 他在拦住 对 然后红方又平了一个炮 这个先走一个过门吧 对 因为这个棋呢 他老怕被僵上来 这个也是理解的 对 红方这个时候又平武级 又速 这个两步冲兵 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战术手段 所以说红方呢 走得很强硬 他就是利用啊 黑方这个狙呢 不能够及时撤防 对 这个两个炮呢 被红方这个狙啊 来回追逐啊 闪击的情况下呢 红方呢 就是毅然决然的发动了 这个最后的进攻 应该说这个红方这个构思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红方就开局的时候 挺胆大的 这个剩这么多子 就直接就气个子 对 冲个兵过去了 这个气子多事嘛 这个本身红方 也有十足的补偿 对 实际上而且 黑方这个狙 其实也是拉住 红方这个双炮的 对 虽然我狙位不好 但是我对你 红方也有牵制 他就用一个狙炮兵 这个就组成这么好的一个攻势 对 他这个狙现在也拔不回来 一退他冲 你狙二屏 他跑完屏了 又硬扣住 对 这个兵再过河一个 就不太啃了 对 这个兵太厉害了 因为以后会撞相了 所以 张老师这个棋 我觉得 是不是黑方 这个在中续的时候 他就是不愿意丢子 然后所以走了 这个炮的步骤太重复了 因为他这个棋 最少红方 老给他频频施压 对 他没有让他 这个炮换兵的直接的机会 对 等于黑方呢 老在这 这个左右摇摆 他又想换 又换不到 然后这个G呢 又回不来 对 这个时间的 慢慢慢慢就吹上去了 他有那么两招起 又走得不够精确 对 他出降 我觉得 我觉得感觉也挺合理 一个出降 再一个炮去推二 这两招 明显是有一些问题 对 出降是造成了 越加的被动 好 对 然后我们看最后 红方怎么进攻的吧 决定性的进攻 是 那黑方也只能拱了 因为这个物质 不能再放了 对 索性吃掉 红方先去四平二 是 先一闪 因为这个炮被 无偿的吃回来 黑方肯定是顶不住的 对 必须要躲炮 对 黑方要躲 红方 居一降 如果你支持的话 他将来这个挂雷炮 也太厉害 对 这也只能就先进来 只能进降 五方招这个机会呢 先抵炮一下 因为你 对 先把他这个炮呢 吸死 这个鞠炮兵 正好组成一个公式了 对 鞠炮兵啊 这个兵啊 俗话说这个 小兵足的过河 顶大局 这个就相当于一个鞠 当然没有鞠 灵活 但是他接近了 一个鞠的力量 对 他最后就是起到了 一个鞠的作用 对 最起码有半条鞠要多 现在如果 居立平三的话 他可以吃掉炮 你一杀 他可以出枪 暂时呢 还可以坚守 对 红方还杀不下来 红方呢 也是高练元主 他先走炮 平流 平开 现在准备居立平三 抓你死炮 黑方只能去 全力复去保炮 对 抓住这个机会 红方居立平二 这个就二位排门啊 这个居兵就配合上了 这开始有一个组合杀法 对 黑方最顽强的呢 是应该走炮六进三 就是将来有一个 十五进六的旗 对 但是这个旗 居立平七一捉呢 这码就丢了 因为你居立平七保 他有一个炮六进五 强行塞炮 对 就把你这个居打死了 就是居立平七的话 他那马就只能丢了 再飞向 但这个旗呢 他也是很被动啊 对 不过红方现在也暂时没有杀旗啊 因为黑方实战也就赶紧退居 对 他想着赶紧过来捉炮嘛 但是来不及了 这个旗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是二轨拍门 这一个经典的杀石 红方一箭缝猴 他走炮六进五 一个金炮 对 他把他马腿呢塞住了 下不及这个冰四冰五啊 就是黑方 没有办法 这也不能吃炮 吃炮的冰四进一转 所以这个旗走到这儿 黑方就只好认负了 最后一张旗 红方杀得很精彩 是啊 好 感谢您今天的这个收看 有关这个精彩的对局呢 我们就给大家呢 介绍到这里 朋友们再见 好再见